小孩長大之後要跟他們當朋友 要了解他 對 那真的很難 在亞洲這邊來說 我跟我媽就很朋友 就什麼都可以聊 很好 那是怎麼辦 你們一開始就這樣嗎 從小就這樣嗎 還是後來到一個年紀之後 好像是我出社會的時候 可是以前也是很丟對不對 對啊 以前上學的時候 還會被媽媽管的話 你就會沒受 可是長大之後就 就是媽媽有什麼事 也會問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們可以當朋友了 我們可以當朋友 我可以教他事情 他也可以教我事情 然後我們可以聊以前的事情 真的拜託對長輩們有一些耐心 尤其是他們在問一些 現代化的東西的時候 對啊 那以後我們被問一定也是這樣 就像是我們小時候 他們也是一步一步教我們 當我們一直問他說 媽媽這電視上這是什麼 他也是很耐心在跟我們講 欸真的 你這樣講我都要哭了 對啊 為什麼媽媽 為什麼旁邊要橫著走 為什麼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對啊 為什麼我們下面有這根東西 爸爸為什麼沒有 要要 一定會問的啦 要要 對啊 所以就是還是親近 對你好的長輩 這樣可以 對啦 因為有些人的爸媽 真的 你要是被家暴上來了 然後你後來 他有耐心 那真的是也不必啦 然後都很老了 明明沒跟上時代 還要以老賣老的那種 喔那種 真的 還是都用命令口氣跟你講話 說不准你這樣 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是爸爸 真的 我這一場人家跟我說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就是這樣很討厭 對啊 沒有為什麼 什麼都沒有為什麼啊 就是沒有為什麼啊 我最常聽到那種 翅膀硬了是不是 可以飛了是不是 喔 他們只要一講這句話 我李治憲 每次都斷給他看 啊 你覺得你現在自己很厲害了嗎 喔這句話也是 喔 喔 蛤這個我不會欸 我也覺得 嗯 對啊 怎樣 怎樣嗎 怎麼了嗎 因為如果20萬啊 怎麼了嗎